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成功之道 在论坛第一天 各界人士就围绕主题进行了讨论 包括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 对外开放 金融科技等 都成为这次论坛的关键词 余晖的嘉宾也认为 中国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 其经济发展将为全球包容性增长汇聚力量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论坛的开幕式 并且在演讲当中 也透露了众多关于中国经济 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信号 来听一下学者和专家们的分析 达沃斯新领兴致年会将主题定为 领导力4.0 全球化新时代的成功之道 论坛九位联席主席一号上午集体出席记者会 共同探讨技术变革如何推动产业升级 而在问答环节 5G技术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联席主席之一 政大集团首席执行官谢荣人表示 5G技术发展是必然趋势 但未来最关键的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技术 通过有意义的内容和应用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你们会看到6G和7G进行 有关键的能量 其实是增加了权质的内容 在最后的日子 是关注的典贸易 关注的典贸易 那种典贸易 这种典贸易 能帮助养育 教育 专家 专家 能够得出很重要的 良心 我们想要帮助 这种典贸易 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 超过1800名 政界 商界 学术界人士出席 主题则再次聚焦全球化 将探讨在全球化新时代下的 新型领导力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开幕致辞当中就指出 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逆转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全球体系 中国将坚持全球化的方向 他还呼吁 在当前世界经济风险上升的背景之下 各国要平等协商 求同存异 管控分歧 促进世界经济实现互利共赢 平衡互惠的发展 我认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 还是要弘扬伙伴精神 平等协商 求同存异 管控分歧 扩大共识 形成合力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叙事 融入世界经济 是不容改变的大方向 不能遇到多少困难 我们不会动摇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李克强强调 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 将继续深化制造业开放 并兑现在汽车领域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等措施 他还宣布 中国将提前一年 也就是在2020年 完全取消在证券 期货 售行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 即使要在这个领域 让它有更多的开放发展的机遇 我们提前的目的 也是要向全世界表明 在金融业等服务业领域 我们的开放的步伐 不请不会停 而且会不断地加快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之下 中国经济到底表现如何 尽管最新数据还未出炉 但李克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示 在上半年 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 增速在河里区间 他还强调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我们有信心的是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 人力人才资源丰富 产业配套齐全 心动能快速增长 经济发展 有足够的韧性 潜力和回旋意境 保持长期向好的趋势 其基本面不会改变 但李克强也坦言 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 导致企业预期不稳 也对外贸出口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将路使好现有的宏观调控政策 特别是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 减轻企业负担 同时也将继续约束政府行为 减少一般性支出 我刚才讲到 要让政府过紧日子 人民过好日子 有不少人鼓掌 看来你们的确希望 继续过好日子 那么政府呢 就理所应当的 要过紧日子 把自身的开支 要扣得紧一点 除了坚持实施这些逆周期调节政策之外 李克强还强调 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仍然在于市场主体 因此将继续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 朝着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方向 为内外资企业 营造公平 透明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与来自国内外将近200名企业家 出席了2号下午的对话会 而外资企业的主要关切 仍然集中在中国的营商环境 以及是否能够在中国得到公平待遇 李克强再回答这个问题时重申 中国在今年通过的外商投资法 强调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 他还透露 中国政府正在制定配套的法规规章 将力争在明年起和外商投资法同步实施 中国政府呢 正在制定有关的法规规章 争取明年1月1号该法实施的时候 配套出台就是给外商要有一个 稳定的 透明的 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李克强在回答一个关于创新的问题时 还进一步指出 外资企业同样适用中国政府出台的 优惠政策 他重申 中国鼓励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 并不断创新 支持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创新平台 你只要是在中国登记的企业 不管你的是外商 还是中国本土的商人 我们是一视同仁 你可以获得中国政府 而对于国内企业普遍关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李克强在回答问题时指出 今年要力争让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一个百分点 同时将致力于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真正让企业感受到利率的下降 针对中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30号分别发布的 2019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对外资进入传播代理 城市燃气 电影院 演出经济机构等行业放宽或取消限制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铭认为 此举不仅有利于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也表明了中国坚定对外开放的决心 是对经济脱钩论最好的回应 投资的负面清单的建立 其实坚定比较表明中国 这个不脱钩的全球立场 全球化的全球立场 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大设 也是世界的一个大设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通过这个过程 世界获利 中国获利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通过开放 特别是在服务业引进竞争机制 提高服务的劳动生产力 来通过把科技引进来 提高科技水平 也是帮助中国下部发展的重要方面 重要的方面 朱明还指出 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面临自动化 智能化的重要机遇和挑战 同时 在中国经济结构改革 资源成本优势不在的大背景之下 只有拥抱科技 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推动力 我们现在在迎接这个挑战的最主要的工具 是改革开放和拥抱科技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巨大的结构改革 单纯的改革开放还不足以 这个推动这个结构变化 拥抱科技变成我们当前最为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六月底海关总署和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十个部门 发布加快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的通知 推出十项具体措施 近年来海关方面已经多次推出 提升通关便利化的措施 在国刑办三号的政策吹风会之上 海关总署副署长胡伟就被问到 这些措施实质上带动增加了多少货物贸易量 那么从总体上看 前五个月我们的进出口的贸易 应该还是说是继续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 贸易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 市场的多元化的进展比较顺利 外贸的进出口稳中提值 当然当前我们也遇到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这也是需要我们来共同的克服和解决的 不过胡伟就没有回应 目前采取的措施对克服困难 将发挥多大的作用 海关总署早前发布的前五个月 货物进出口数据显示 总值为12.1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1% 其中进口增幅仅为1.8% 另外湖北还被问到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有媒体报道 有美国的红酒在海关被扣 以及近期禁止工业手套等物品 禁止出口香港的问题 海关在依法执行自己的执政的时候 我们从来都是按照相关的法律 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来落实的 我想我们不会对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 这个进出口的商品 说有一个特质的 甚至是被政治化的这样的一种考虑 我想这个是不会有的 至于您说的那些情况 我没听说过我也不知道 这次海关推出的举措 包括减少两种涉及视频卫生的证件 在口岸的核减 五种证件网上申报万里 以及八月底试点进行 两部申报试点等 达沃斯论坛一直以来都是大佬云集 每次论坛都经据频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年大佬们又讲了些什么 我觉得中国经济走过了一个工业化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是在中国的历史上 当然没有过的 为什么大家今天不再讲中等收入陷阱 涨得少了 因为我觉得中国已经过了 驾驶领域 这个行业我一直不太看好 作为人工智能的专家来看 因为我认为从目前的AI技术 从全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的难 这个东西就是把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强AI的一个问题 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AI控制逻辑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5G真正能够deliver the sky is limit 使用5G的时候不能够足够明智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向恶的或者是坏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确保我们在收集数据 传输数据的时候 要以一种更加安全可靠的方式来进行 参加达夫斯论坛的各国嘉宾都普遍认为 中国今天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体量 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制造业产业链 这是中国最主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把制造业的质量提高 往产业链的上游走 而且未来十年 中国企业的素质将会大幅度的提升 再加上中国的市场体量很大 供应链效率很高 资本充足 所以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长机遇所在 这些也都是世界上投资者 看好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 下节回来我们还是继续话题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世界瞩目的20国集团领导人 第14次分会已经圆满结束 备受关注的中美首脑会晤也宣告 中美贸易谈判将重新启动 同时美方也承诺不再征收新的关税 而更为重要的是 对未来如何定位中美贸易关系 各方也都达成共识 另外大阪分会的突出成果就在于 多数成员国都发出了反对单边主义 维护自由贸易的强烈信号 这也将为世界经济平稳运行做出贡献 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G20会晤之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在1号的记者会上表示 两国元首会晤之后 中美两国及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应 再次说明发展好中美关系 是两国的明星所向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 重启经贸磋商 美国停止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表示允许 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美国产品 耿爽在记者会上就被问到 相对于美方的措施 中方做出了哪些让步 你觉得中方非得要做出concession吗 我理解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 就事关中美关系的一些 根本性的问题交换利监 至于双方同意重启中美经贸磋商 美方同意不再对中国的产品 加征新的关税 这也符合双方的利益 因为贸易战加征关税 损人害敌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方已经强调多次了 让美方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习近平表示 愿意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而特朗普也表示 希望与中方达成一个历史性的 公平贸易协定 那么我们很高兴看到 两个国家最高领导人 成功地进行峰会 那么有效地进行 中美之间的贸易 恶性竞争的这样一个管控 所以管控就不要这样 一种恶性竞争再升级 我们祝愿双方 能够通过一年的交往 手腕金星撞火星 真正认识到对方都是 是值得自己尊重的一个对手 既是对手 也是值得尊重的对手 最后把这个对手 化为朋友 伙伴 伙伴也竞争 但不要恶性竞争 要良性竞争 学者还表示 中美元首会晤将有利于 推动中美贸易数量和质量层面 取得新的平衡 所以双方都坐下来 相互尊重对方 相互坦诚相见 各自满足对方提出了一些 有价值的 有具有建设性的一些要求 我想中美之间 应该完全可以重塑 一种建设性的伙伴关系 路透社报道指出 虽然全美工厂活动放款的速度 不像一些地区工厂调查 显示的那样陡峭 但制造商支付的价格 大幅下降 可能是美联储 本月考虑降息的一个原因 此前市场预期 美联储最早可能在7月就降息 如果二季度数据明显下滑 曾预期兑现的可能性不小 三菱日联金融纽约的首席经济学家 Chris Ripkey指出 制造业明显受到贸易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数据显示 尚未美国工厂活动指数 从5月的52.1 降至到2016年10月以来最低水平的51.7 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12% 指数高于50 表明制造业扩张 路透社调查显示 经济学家预计6月指数将跌至51 协会表示 企业对美中贸易局势表示担忧 还对之前美国可能对莫斯科加征关税感到震惊 分析指出 美中贸易战打击了商业情绪 再加上关税对工业链的扰乱 对制造业造成了压力 而制造业还受到库存过剩的影响 导致企业向制造生下的订单减少 美国商务部1号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 5月建筑支出下降0.8% 为去年11月以来最大降幅 0.4% 受地方政府对道路和高速公路投资增加的驱动 第一季度建筑支出大幅增加 中美贸易实际上 我这个中美贸易谁都明白 这个打下去对谁都不好 但是呢 并不是说我们不想打 它就不发生了 是吧 因为这个美方 它在这个中美贸易上 它这个总是这个制造新的矛盾 是吧 有的时候你看都快解决了 是吧 又这个出尔反尔 而且呢 这个美国呀也有不同的这种势力 是吧 所以呢 你说这个让美国轻易的收手 我估计它这里它一时半会儿 它也很难 是吧 所以就带来什么结果 有时候谈 有时候谈是吧 有时候呢 谈谈不拢了 它就这个 这时候就出尔反尔 把以前谈的这个给推翻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下半年 是吧 我们积极的争取 这个中美贸易 尽可能的不要让它这个再扩大 再发展 争取 给它这个 让中美贸易这个威胁消除 但是呢 我们也要做好各种准备 而中国商务部综合司司长 楚世嘉 在二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年以来 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 外资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五月当月出口和外资增速 比前四个月还在加快 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 他指出 这主要基于一系列 文外贸文外资政策措施逐步见效 而中美经贸摩擦 虽然对中国文外贸外资带来压力 但影响可控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一方面是长期的 它不是短期解决的 那么我们目前直接的有两个领域 一个领域呢 在它的一差 比较大的那些领域 它会盯着你干 但是这件事情呢 可能会面临美国社会的一种反弹 从民众的消费价格 以及那些已经布局 产业链布局在中国的 那些美国企业的一些反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它可能会针对我们国家的先进技术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 越来越到位的话 所有这些所谓的遏制 都像紫胡的一样 同时出席发布会的商务部外资司司长 唐文宏也表示 商务部正在全面清理 现行有效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确保外商投资法明年1月1号 能够顺利实施 而提到产业链的转移时 储师家表示 产业链的迁入迁出 都是市场经济下的正常现象 少数企业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外迁 但规模不大 中国产业链的综合优势 目前不仅没有国家能够替代 而且还会随着新的产业 加入更加完善 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朱永则表示 少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外转移的同时 包括航空维修 船舶维修 医疗器械维修 风电维修等很多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的产业 也在向国内转移 这体现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 有助于提升外资质量 那更主要的是 我们的要素成本逐渐提升 那么一些制度性的差异 一些国家 他们也有自由贸易区 那可能他们的自由贸易区的 这种覆盖面比我们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的压力确实也很大 特别是制造业外迁 但是我想我们中国 自己制造业 实际上我们说 中国现在是从制造业大国 迈向制造业强国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关键的技术还要靠自己 自己加大研发力度 争取有所突破 当然了我们同时也不拒绝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在稍早前结束的G20峰会上 中美领导人达成了 重启贸易谈判的决定 给全球经济带来利好消息 目前澳大利亚开始担忧 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产品 将会影响到澳大利亚 对中国的农畜牧业产品的出口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博明汉表示 澳大利亚将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中美之间是否有违反 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 我们要去看的是 任何美国之间是 中国和美国的美国 是大法及的法律 规定的要求 从美国继续 带国公司跟美国公司 会担当国公司 会担当大利亚贸易的 公司跟美国公司 但我们不会看出的 额图成一个 公司对特红 公司跟特红 务商为贸易的 能够取消贸易的 选择给予工 成本家人或公司 公司或其他国公司 但是中美能否重启贸易谈判总体来说 在澳大利亚商界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反应 从1号到2号 澳大利亚股市也是连续两天上升 到11年半以来最高点利好不断 澳大利亚总理莫利森在1号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北国总统特朗普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能够在G20峰会后双方同意重启贸易谈判 这对澳大利亚以及整个南太区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他也表示中美关系对中澳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 全球贸易形势越来越多变 导致经济受到更大冲击 更多主要央行采取偏鸽派的立场 这是否反映着经济衰退的钟声已经响起了呢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日前宣布连续第二个月降息 而且利率下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的一厘 比起十年前的金融海啸期间还要低得多 未来更会有进一步减息的可能 欧洲央行早前也加大了口头支持力度 表明刺激计划有需要时可以恢复 以提振物价压力 市场利率显示 本月下旬央行会议决定降息的机会是一半一半 至于一直抗拒特朗普总统压力的美国联邦储备局 也正在向降息靠拢 就算7月份不减息接近年尾时 降息可能已经不是大概率的问题 反映的是全球贸易状况混乱危险 正在威胁到经济的增长 而且乱局是全球性的见像 我个人觉得就是当前的人们讲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讲的是这种全球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和大国的政治经济冲突 究竟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人们最看不准的一个阶段 你看这次的大阪的G20峰会 你能看到20国集团的领导人 你能够看到他们普遍存在着一个焦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人们普遍存在着焦虑就是 20个最大国家的这个集团的领导人都存在着焦虑 那你在讲世界各国的工商领袖 学者和普通的民众 他们会怎么想 我觉得2020年之前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早前公布的第二季全球货物贸易指标 维持在九年最低位不变 并且警告 一旦全球爆发全面的贸易战 关税水平恢复到组织成立以前的水平 全球贸易将会萎缩17% 比起金融海啸引发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更为严重 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卡斯腾斯 近日呼吁全球主要央行 放宽货币政策要谨慎而行 以保留弹药 去应对更严重的经济下行 有学者分析认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在G20的地位和作用予日俱增 近年来每次G20分会 中国领导人如何把卖世界经济 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 都会成为分会引人关注的热点 2019年的大阪峰会 中国领导人针对全球经济下行 压力凸显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经济现状 再次给出了 要坚持改革创新 挖掘增长动力 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完善全球治理这样的方案 被认为反映了绝大多数成员国的 心声和共识 好 下节来看一下 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G20分会落幕 达成的共识符合市场投资人的预期 本周一市场小幅高开 但是随后在3000点一线徘徊 热点还是相对散乱 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士的看法 好 欢迎两位 前几名 马涛 这周整个大盘基本上 还是围着3000点一线 周一还是比较兴奋 有一个跳空高开 随后是又差不多回到了起跳的位置 怎么看这周的表现 周初上涨主要还是G20分会 觉得语气改善 所以一下子有个跳空向上 但是最近A股市场确实也很无奈 往往是涨一天又跌五天 然后怎么涨就怎么回下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反复出现 说明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市场缺乏内生性动力 也就是腰杆不硬 老是靠外界来推 推一推 稳两天 稳完一天两天以后慢慢慢慢 就像一个皮球一样的 打两下气 再鼓起来 不打气 又变下去 再打两下气 又鼓起来 那就说明什么 这个球又漏气 本身是个漏了气的球 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可能 还是和目前的陈建亮有关系 厚生两市到了6000亿 他就开始心有意愿力不足 勉为其难 实际上 现在存量资金 你说缺吧 并不缺 回购率率非常低 对吧 理财端的资金很充沛 但为什么股票成天的 对 不愿意在里面 我觉得恐怕还是说明 我们的股票并不便宜 再加上一些黑天鹅的时间 所以大家会觉得害怕 对吧 涨了一两天赶快跑 那你越跑越短 越跑越短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市场要稳定 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量能的问题 信心的问题 对吧 当然 再远看一点 可能还是跟未来经济数据怎么样 还是有个关注 有个等待 那么后面还有客床 所以现在看整个7月份 这事还会比较多 那么市场又缺乏足够的兴奋度 那么出现了 怎么涨起来 怎么回下去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走势上来看 恐怕现在这种墨迹 这样这种牛皮的走势 还会持续短 你说真的要跌多少呢 他也不大甘心 但是很无奈就咱们讲 虽然我们看到人家 是吧 这个创新高 这个那个 但是从A股上 环境上来讲 同时预期还比较精神 没错 刚才千金明讲到 就这个除了整个市场 大家这个信心不是很足之外 一些包括像黑天鹅事件 包括像科创板上市之后的 可能对市场的一些分流 大家市场都很关注 马涛的观点 应该说科创板近期这种新股的密集上市 同时这种集中的询价 已经使得市场的买方机构 感觉到了一些注册之下的压力 然后即使不考虑到这个单个股票 可能会太贵的情况 这种每天五到九个的这种情况 也会让整体机构应接不暇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刚才钱老师也说了 现在整体社会流动性是非常充裕的 但是可投资的资产是不足的 所以科创板打新实际上成为了 目前这种比较尴尬的环境下 一个很少有的 大家觉得收益率可观的这么一个出口 所以我们看到打新资金密集的结果 当然一方面是在主板上 是稳定了大量的蓝筹股 另外一方面在科创板上的效果 就是它使得这种高估值 高股价 高超额认购的持续的存在 如果这种监管层或者是交易所 不能够接下来使得这种标的 更合理或者更快速的释放的情况下 整体的开盘价 或者说它的认购的估值 都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状态 可能对市场接下来的波动率 会起到一个推高的效果 7月4号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板IPO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显示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 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且仅此一家 有业内人士表示 中国银河大概率将因这波操作 被列入限制名单6个月 根据中国正签约协会推出的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 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 首发股票网下报价后 如果提供有效报价 但未参与申购 或未足额申购一次 协会将出现上述违规情形的 配售对象 列入首发股票 配售对象限制名单6个月 还有这周的热点 我们看到海南这边 有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 整个市场 还是对未来新能源汽车 在中国这一块的发展比较关注 您的观点 其实从新能源汽车的角度上来说 它一直是整体汽车板块的 一个更高贝塔的表现 这可能是代表了阶段性的经济 可能有一定的气温的动力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 目前已经发售成功的 6月份的专项战来看的话 它可能单月级别是接近9000亿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整体的6月的盛容 是有望冲击一下2万亿的 在现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经济水平已经这么低 然后又有一个比较强的信用 后章去支撑的话 可能早周期的行业 不只是汽车都有一定的机会 就前端的一些行业 可能都会受益 这汽车的我这样的一解 因为国家说了 发给为讲到2035年 争取50%新的位置 那么现在我们的汽车产量 在2800万辆 那到2035年 当然时间还比较长 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 那就算到3500万辆吧 如果50% 那么就1755万辆到1800万辆 换句话讲 就是2035年 我们的目标 新能源车这个量 放在这里了 数量放在这里 现在的数量可能 两三百万辆 所以你可以算一个 负荷增长率 通过一个负荷增长率 来测算我们新能源车 它的配套 它的整车 它的一个成长的空间 这实际上不难 相对来说比较可预测的 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新能源汽车 就整个汽车消费 可能是面临一个低谷 但是新能源车这一块 当然里面我看 好像也有专家讲 可能最看好的是轻 那么也就是燃料电池 那么燃料电池这一块 现在我看了一下 大概只有几百辆吧 一到五月份 只有几百辆的燃料电池 那么这个金河 怎么样能够再推 当然这还需要 有进一步的 比方说技术公关 产业配套 资金支持 然后释放成转能和效益 这需要一个长的过程 但还是有方向 那么市场正好借助于 这样的一个会议 整个汽车板块 再说前面调整也比较多 因为一到五月份 十二九奖 确实两位数都下降了 这不是开玩笑 上期一期都公布数据了 对对对 我们连续七年 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 这个去年开始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下半年 这个问题确实未来 就时间内需要什么 需要考虑 那不管怎么说 正好从题材和市场的角度 确实进气是它的一个 表现的一个创可期 没错 新能源车发展规划正在推进 在中国海南举行的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传出多项利好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信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贺信指 新能源汽车产业 正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席万刚也表示 燃料汽车具有零排放 续航领程长的特点 它是适应市场 最佳需求的最佳选择 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底 中国已连续四年 成为全球第一大 新能源汽车市场 还一个就是黄金板块 黄金价格突破前期的新高之后 接下来会怎么样 应该说这个 这个板块最近 应该说是在周中的波动 是受到一系列事件性的驱动 我们听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传言 比如说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发生了军事的冲突 但实际上是俄罗斯的 一艘核动力的这种实验船 是发生了故障 也有比较大的人员的损失 结果整体的黄金 就是在美盘交易时间 开始快速的上冲 然后在亚盘交易时间 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的情况 因为随着后续的这种美额双方都表清楚 现在的军事的状态 没有连续的军事冲突 整体市场又冷静下来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短期资产的 这么大幅度的单日波动 而且不是在一个资产里面 我们发现其实就像钱老师所说的 A股的板块是每天都换一个领涨 然后我们看到其他创新高资产 比如说比特币 比如说其他的电子货币 还有比如说黄金 还有比如说债券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负利率债券市值 是历史最高 其实就是在整体的经济没有亮点 然后企业在这种贸易冲突的阴影下 也不敢做投资 居民的杠杆 特别是房地产上的杠杆 已经加到偏高的位置 这个钱是淤积在金融系统内部 它出不去 一旦找到了一个微小的出口 它短期的洪水泄洪的力量就非常大 使得资产可能没有连续的赚钱效应 但是短期的波动率是惊人的 黄金只是最简单的一个出口 千金面怎么看黄金板块 我觉得黄金板块主要还是设计 不确定星数影响 然后额传额 然后大家就 当然也表明资金 找标的也很辛苦 找到一个荒地一哄而上 还有钱 没钱你这涨 你看它涨 没钱你不是白看 所以还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黄金虽然它有一定的波动 有一定的周期 包括大家也预测 可能经济要有所增还 增长速度会放缓 然后美联储要降息 这个那个 那么对黄金当然也是一个支持 但是我觉得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近期的表现是过强 在历史上 这么陡峭的这个上涨速度 实际上是不多的 换而言之 你涨得越陡峭 实际上越不可持续 对吧 股市也这样的 股价也这样的 因此我个人认为 在一些市市而非消息影响下 到这样的一个价位 再去参与的意义不是很大 如果就是看好你可能还是 实际上我们在1200美元的时候 盘了多久多久 对吧 1200 1300 都不看好 对对对 所以它还是会 从操作的角度 你关注可以关注 因为是个热点 没什么好的投资标题 但是从操作角度来说 现在再追涨 恐怕不是个好的选项 海通证券 进二推一 向上逻辑未变 等待机会突破 清业证券 战略看多 中国资产逻辑不变 国境证券 A股将赢两大机遇 获限隐形冠军行情 国境证券 美联储降息概率 决定此轮A股反弹高度 中信证券 2019年 或将成基建央企 分拆新业务上市元年 好 嘉宾观点 供您参考 祝各位投资顺利 下周六晚9点40分 中国深度财经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